又发生了行人地狱的憾事 台南一名谢姓富人上个月20号晚间 走在东区的行人穿越道 竟然遭到一辆左转的保时捷休旅车撞上 富人深受重创送医不治 根据了解53岁的死者是成功大学教授的助理 案发前准备要到户外倒垃圾 没有想到遭逢了死劫令人遗憾 大马路车来车往 只见行人穿越道上一名富人缓缓通过 但走到一半竟遭到一辆左转保时捷休旅车撞上 猛烈撞击下 只见富人倒卧车头前动也不动 竟销道场也跟一家人抬上担架 紧急将富人送医抢救 事发在上个月20号晚间台南市东区富农街 当时谢姓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 却遭到一辆左转保时捷休旅车撞上 导致富人头部身体受重创 腿部也骨折 送医宣告不治 只是去倒个垃圾 人就这样子没了 据了解死者平时在成功大学的教授麾下担任助理 案发前要到户外倒垃圾 没想到竟遭逢死劫 只见脸书上富人跟丈夫及小孩 一家和乐融融 如今却天人永隔 重回现场 肇事的路口共有五个车道 包括东门路三段 富农街一段 以及附近巷弄 附近民众也说 要通过马路都有些心惊胆跳 觉得这个马路蛮危险的 那个车油量真的是蛮大的 案发后本分局预办理交通会刊 会刊决议调整行人号制秒数 标线补会 及增设提醒告示牌 相关单位目前也进行改善 就判行人地域汉事别再上演 这有台南众报导